大家好,我是福岳,今天来为大家分享五个基础球感技术训练 第一个,脚底的踩球 第二个动作,脚内侧的推球 第三个动作,左右脚的横拉球 第四个动作,位置拉球 第三个动作,位置拉球 第二个动作,位置拉球 第二个动作,位置拉,球 最后一个动作也是微磁拉球,但是是向外侧的微磁拉球 以上就是福岳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五个球杆基础训练动作 福岳在这里建议如果你这五个动作已经熟练了 可以尽快的提升你的速率或者说是用你的最大极限的速度去做 类似于像这种流行的塔巴塔或者是HRIT这种间歇性的训练的方式 比如你用最高速度20秒然后休息10秒20秒休息10秒直到立节 然后换下一个动作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青少年现在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 习惯用一种匀速的方式去做动作 这种一到比赛当中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 因为比赛足球比赛一定会有变速变向类似于这种的变化 而不是在一个速度上去完成一个球动作 所以尝试去突破自己的速度的极限 当然前提是一定要熟练脚下的一个技术动作 OK今天福岳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见